今天是月八日,有网友曝光了综艺节目,换了之城最后一期录制的照片。 这一期的嘉宾是重量级的人物,就是王妃的闺蜜赵薇和美英,三人罕见同态也惹得不少本丝相当期待。 画面中三人晓得很是开心,不过大张伟站在中间,就成了电灯泡了,还有网友将刘嘉宇也踢了上去,毕竟天后麻将团怎么能三缺一呢? 很多网友表示非常期待这一期了,这一期是首官之作,应该还没有那么快播出。 换了之城作为一档开播前热度就不小的节目,没想到开播后的收视率却平平,全靠王妃车长。 相信这一期请来了这么重量级的嘉宾,收视率应该非常不错。 这个天后麻将团的友谊也是相当有趣,此个人看似不呆眼,学际关系却非常的好,特别是同在香港的王妃和刘嘉宁经常相约一起打麻将,两人还经常比谁的麻将打得好。 曾经有一次在麻将桌上,刘嘉宁提醒王妃出错,嗨,王妃立刻告诉她,你说我唱歌不好,我认了,你说我错麻将不好,答四,我也不认。 这两人也是很可爱了,王妃和内婴有意大家普遍知道的,应该是来自1998年春暗的相约酒吧,两人也因为都喜欢打麻将而先见数了起来。 王妃和赵薇则是通过电影《天下无双》认识的,据说赵薇和老公朋友龙认识,还是王妃打一线的。 看来麻将是个好东西,让不达边的天后们相聚一起成为好友,这一期换了支撑三大天后和罕见通台,相信现场鼓动一定十分有趣,要好好期待一下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